这天晚上,两个警察冲进了一栋公寓里,并当场抓捕了一位嫖娼的男子,男子急忙解释,自己并不是嫖娼,而是正常的约会,而警察根本就不信,因为今天的抓捕行动就是他妻子提供的线索。 这时,娟子进来了,看到自己的丈夫真的出轨了,娟子非常伤心,并朝着丈夫全打脚踢, 你这个负心汉,我怀着孩子省吃俭用,你却偷偷在外面拿钱养小三儿,你快告诉我,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见丈夫一声不吭,娟子一时气不过,就狠狠咬了丈夫一口,丈夫被咬疼了,想要推开娟子,结果推散过程中,丈夫不小心将身后的电插座给踩破了,最后丈夫就触电身亡了。 发生这种事情后,娟子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,毕竟丈夫出轨死了,再加上自己还大着一个肚子。 娟子越小越气愤,就决定将张蓝的孩子给打了,然后娟子就来到了一家小诊所,因为这家小诊所有个偏方,可以无痛打胎。 医生问娟子有没有考虑清楚,毕竟这种偏方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。 娟子表示,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了,所以心意已决。 说着,娟子就喝下了医生递过来的打胎片方,结果喝完没多久,娟子就感到肚子一阵收缩。 娟子尖壮,急忙跑进了厕所,没一会儿,娟子居然排出来一个金蛋。 娟子有些懵,自己怎么还能剩金蛋呢?莫非是那个偏方搞的鬼? 随后,娟子就将这颗金蛋拿到了一家经典鉴定。 结果老板说,这个金蛋的品质不错,可以卖30万。 娟子一听30万,立刻就卖了,毕竟现在娟子正缺钱用呢。 这时,诊所的医生打来电话,他询问娟子服用了药水后有没有出现不良反应。 娟子没有提起金蛋的事情,而是反问医生,你说的不良反应是什么意思。 医生就解释,我的这种药水卖给过很多顾客,根据他们的反馈,这药水会因为他父亲的体质而产生不同的异化反应。 所以想问问您,有遇到过哪些异常反应吗? 娟子想了想就回答,没有,目前一切都顺利。 不过我还想买一点那种药水,因为我有几个好姐妹不小心怀上了,她们也不想这么早要孩子,医生表示没问题。 画面一转,娟子精心打扮了一番后,就来到夜店寻找猎物了,因为她已经对男人彻底绝望了,她认为全天下的男人都是渣男,所以干脆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物质上的垫脚石吧。 很快,娟子就勾搭上了一位渣男,一夜晴过后,娟子心想,应该怀上了吧。 不过总感觉差点什么,对了,应该再咬这个渣男一口。 见身边的渣男还在熟睡中,娟子就毫不客气地扶下身,咬了她一口。 渣男被激醒后吓坏了,以为娟子是个吸血鬼,急忙逃出了酒店。 喝完打她药水后,娟子再次感到肚子一阵收缩,太好了,有感觉了,于是娟子急忙跑去了卫生间。 而这一次,娟子居然生下了三枚金蛋。 娟子高兴坏了,看来刚刚那个渣男不是普通的渣男,而是渣男plus。 从这天之后,娟子就开始四处勾搭那些风流又多金的渣男。 而且娟子还总结了一些经验,她吸收渣男的血越多,产的金蛋的数量也就越多。 比如遇到了极品渣男,娟子一次就能生下五枚金蛋。 这天晚上,娟子离开酒店,被一位帅哥阿豪撞了一下,阿豪感到很抱歉,急忙说对不起。 然而阿豪长得眉气目秀,正是娟子喜欢的那个内心。 这一瞬间,娟子似乎有一点心动的感觉。 而且阿豪看到娟子走路有些摇摇晃晃,以为是自己将娟子撞伤了,就决定送娟子回家。 娟子心想,既然都松上门了,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然而阿豪只是单纯的送娟子回家,并没有别的想法。 而娟子觉得阿豪这人不错,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。 画面一转,两人交往几天后,居然就举行了婚礼。 因为娟子已经了解到,这个阿豪是本氏首富的儿子。 他既然不嫌弃自己是二婚,那他一定对自己是真心的。 虽然和首富的儿子结婚了,但娟子还是很好奇。 他想知道和这种人生的金蛋会是什么样子的。 结果有一天,娟子发现阿豪总是背着自己看手机, 似乎在和谁突发短信。 于是娟子就联系四家侦探,调查阿豪。 结果四家侦探说并没有发现阿豪有什么异常。 私底下也没有和别的女人见面。 但娟子还是不幸,甚至越来越觉得阿豪很可疑。 毕竟有钱人家的公子哥,不可能不划心的。 而且四家侦探都查不到,只能证明阿豪隐藏得非常深。 这天,娟子偷偷来到了阿豪的办公室,他没有进去,而是在门口偷听。 结果就听到了阿豪和秘书的对话。 从对话中,娟子得知了,阿豪最近都在写日记,而且这个日记还不能让夫人知道。 娟子听得非常震惊,什么日记不能让自己知道,肯定是出轨了。 而且这日记就是为出轨对象写的。 既然这样的话,就比怪我狠心了。 随后,娟子就拨通了一家事务所的电话,喂,你们那里应该有人命交易吧,我有一笔大单。 没错,娟子打算除掉阿豪,毕竟阿豪死了,他的遗产就是自己的了。 很快就到了娟子生日这天,阿豪就给娟子准备了蛋糕和鲜花,而娟子突然说自己想吃鸡脚那家的小甜品。 阿豪表示没问题,他现在就下去买。 阿豪下楼后,娟子发现他的手机没带,于是娟子就拿了起来。 结果就看到了阿豪和他秘书的对话。 原来那本私密日记是阿豪写给娟子的,因为阿豪知道娟子马上就要过生日了,所以没有告诉给娟子。 想当做生日那天的一个惊喜,得知真相后,娟子急忙追了下去,因为娟子让事务所今天动手的。 结果一切都迟了,当娟子跑到那家甜品店时,阿豪已经被一辆小车给撞死了。 此时的娟子非常伤心,是自己害死了阿豪,害死了一个深爱自己的男人。 就在娟子痛苦万分的时候,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收缩。 奇怪了,自己没有喝打太药水,为什么感觉要生呢? 难道要是之前的药水喝多了,自己的身体变得敏感了? 随着一声惨叫,娟子就痛得晕了过去,然后十几个婴儿从娟子的肚子里爬了出来,他们不缘而同地喊着娟子妈妈妈妈。 原来和多金的绝世男人在一起,生的就不是清淡,而是一群可爱又健康的宝宝。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 电影娜娜与你解忧,下次再见。